你要成为一个首富 首富一定是能够去卖某样东西 或者解决某个问题 你能够解决某个问题 或者说你的idea是什么 你就直接说idea就行了 不要谈大道理 具体点就是比如说现在一个餐饮行业 你必须要经过改造 就是说你要想得长远一点 比如说两百年以后三百年以后 你想你这个餐饮行业会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它会是怎么样一个形式 展现给所有的消费群众 你们听懂吗 好 你没听懂是吗 稍等稍等 别别别别 一个来 你没听懂是吧 没听懂 你完蛋了 你不能成为世界首富 来张扬你来 张扬一个一个来 中国的首富说过一句话 要实现第一个小目标 先赚它一个亿 你就说一下你怎么赚到你第一个一个亿 咱先不要说赚几百亿几千亿 第一个亿你怎么实现 分解成几步 我下一步计划是做一个酒业 大概就是只要我有现在手里有 就是三百万左右的话 我可以在三年之内做四十个连锁店 四十家店吗 多少销售额 销售额大概就是五百多万左右 五百多万 毛利多少 毛利润大概就是百分之五十 好 假设你有二百五十万的毛利 给你百分之二十 好吧 你再有一百二十万的利润 那么你要做多少年 做到一个亿呢 你需要一百年 这个不是 你比如说你这个行 你不是单独只做一个行业 你明白了没 你不是单独只做一个行业 对的话就应该 对一下 我很好奇就是你要成为世界首富 那么我觉得那你的师父应该是 不是中国首富怎么着也向世界首富学习吗 你为什么在这里来学习 为什么这是你的平台 我因为现在缺少一个平台 因为我现在可能很多 很多就是理论性的东西 因为我是一个支持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人 有很多东西我不是太懂 我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学习 因为这些人不是首富 他不能给你首富的理论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行政助理 不一定要首富的理论 我只是有这个梦想 我觉得我现在不用去纠正什么东西 他们愿意这么说 然后就这么地吧 别人评价别人的 我做好我自己就行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一万以上 你刚才所说的是行政助理和西南CEO 对对对 就行政助理就行 行政助理 对对 行政助理算个什么岗位 中层 基层 基层 基层那一万不是有点高了 行政助理一万 如果是行政助理的话 我花三十千万元就能找到 我说的是 就是总经理行政助理 或者是总裁行政助理 你说的不是行政助理 你是说总经理的助理当中 分管行政那部分的那个助理 麻烦你说清楚嘛 吓死人 你所理解的总经理的行政助理 干什么呢 主要是管行政这方面的 行政哪方面 行政哪些事宜 人事啊 还有就是发展啊 所有的很多东西都管 你管过吗 管过 你管过人事 人事 怎么就讲特教科书的 这六大模块是什么呀 我这个完全不懂 你不是管过吗 管过 但是我没有 没有说过专业的理论知识 很多东西 我不能用专业的理论 你管多少人嘛 就是在下面 国企 在国企做行政助理 管多少人 其实国企 它不算是行政助理 是做秘书这一行业的 就是什么事都干 当时的国企 就属于是一种 经理秘书那样的 就比如说端茶地水 打扫卫生 地资料 什么都干 我明白 董金黄我想 应该是个好人 你也应该是一个 在家庭挺负责任的男人 有着纯粹的梦想 虽然有点 有点奢侈 这个梦想 就中国首富嘛 对于所有人来说 这个梦想有点奢侈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但是其实今天面试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你所有说的这个一切 与你今天所要达到的目标 相差太远 其实如果你要是说 作为曾经做过传统行业的 一个老板的人 真的去做一个 企业当中的一个销售主管 我觉得是靠谱的 但他有这样的拓展市场的 这个经验 如果是传统产品 但如果你要非要扯到首富 或者是说总经理的 行政助理这些 你达不到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职位上的话 那我们就在瞎浪费时间 所以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是普通的销售主管 底薪大概是在5000左右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咱们就往下谈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好 OK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好 还有两盏灯 还有两个是我们进入 要改造它的勇敢 接受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还有一个演讲 演讲就算了吧 演讲就算了 应该刚才他们问 基本上都说了一些 对 我也认为演讲不要再有 不用演讲 我对